大家好,我是惠子,我终于回中国了 然后呢,我回来第一顿饭会是什么呢? 会是海底捞吗?会是烧烤吗?会是小龙虾吗? 会是串串吗?会是火锅吗?都不是 很多人都是回来说一定肯定回来要吃海底捞了 回来要吃什么什么,然后要吃在国外吃不到的东西 那么我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艰苦奋斗 从国外回来,我的第一顿会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答案就是家里做的饭 今天动物节一定要吃粽子 然后呢,煮了鸡汤,里面有豆腐 有汤,蘑菇,有鸡 然后呢,这里有菜,炒的菜 我先喝汤,豆腐汤 哇 鸡汤给你放重 嗯 嗯 嗯 好吃 再来一块鸡块 嗯 嗯 嗯 真正的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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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闷 好喝 吃粽子 下星期整个肉粽 南丽肉粽,YES 我喜欢吃肉粽 嗯 嗯 烤棉,全天我牙上了 那我觉得就是要吃粽子 肉粽子 肉粽子 我觉得没有肉的地方也挺好吃的 就有那么咸味 嗯 嗯 嗯 肉的香味 哎呀 有很多人都蒸 说 咸粽好吃还是甜粽好吃 南北之中 我就不一样了 我什么都觉得挺好吃的 这就是我减肥男的原因 因为我什么都喜欢吃 哈哈 把这棒给我们再吃一整个 嗯 再来一口这个菜 嗯 叫什么菜 线菜 线菜 就是煮出来紫色的那种椰菜 哇 好大耶 嗯 哈哈 哈哈 妈妈没吃 妈妈没吃 您现在您收入 多少 嗯 嗯 两个 嗯 妈妈没吃 一口闷 看着干完掉的菜 几乎干完了 再来一块肉粽 这一块都归我了 嗯 嗯 好吃 今天端午之宴 回家端午之宴 多美 所以最后就是家里做的饭啦 其实很多时候在国外 我以前没有这么喜欢吃东西 就是后来就是经常看中国那些我吃不到的那些饮食的视频啊之类的 说是想的是食物 其实很多时候想的还是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在中国那种感觉那种家 然后呢那种大中国人啊然后一起吃饭那种拿筷子啊大家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觉得来回国第一顿吃家里吃的饭是最有意义的 然后呢也是最香的 海底捞什么时候都会有机会吃嘛 毕竟你什么时候回来它也不会停产是不是 我不敢确定啊这一点 但是家里的饭绝对是最特别的 所以如果你回家的话一定要珍惜 然后呢 希望你也可以好好吃一顿家里做的饭 这里就是惠子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记得给我点